你有没有曾经滑手机滑到一则影片 或是一个文章描述一个真实案件 深深烙印在你脑海里 留下阴影 有些影片倒至今还流传在网路上 无人可以解释跟破解 有些只是经过大众包装修饰 造成民众恐慌 今天要带你来看两则 网路上造成许多人恐慌的大骗局 在我们影片开始以前 如果你喜欢诡异离奇故事影片方式呈现 可以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才不会做过新影片哦 1992年香港一则由六个小朋友演出的火车广告 可以看到一个接着一个搭着肩膀穿梭在树林中的小朋友们 第一个小朋友带领后面的小朋友 象征着火车头跟车厢的连结 广告目标是为了打造火车的童年回忆 但是铁道公司可能没有想到 广告会跟他们预期中完全相反 直白一点来说 对许多网友来说 这可以说是一个无法忘记的诡异回忆 先不说六个小朋友慢动作穿梭在没有人的树林当中 配上火车的庆明声 到后面就有人发现广告里面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前面提到广告里面有六个小朋友 从广告的运进方式可以清楚的数他们的脚 虽然不太能够清楚看到小朋友的排列顺序 但从这两个画面可以知道 第一个小朋友穿着格纹衬衫 而最后一个小朋友是穿着短裤 束色衬衫 戴着帽子 但是到后面有一个地方 与小朋友先前的位置不一样 就是这个诡异的第七个小朋友 出现在最后一个小朋友的后面 短短几秒钟就不见了 而且很难看到这第七个小朋友的明显特征 只能确定是一个女生 但是她的脸是黑的 绑着小马尾上面有个白色蝴蝶结 只有在这个画面中出现 其他地方都没有看到她 也因为网路的舆论 这个广告很快就被下架 这让大众更确信 这就是一个灵异现象 如果你在网路上潜水够久 一定都知道这个香港火车都市传说 当时每个人都在分析跟讨论 这个广告里面隐藏的恐怖秘密 最早的文章写着那个女孩一边跳 眼睛一边流着血 其中有两个小朋友还不是活人 剩下的四个小朋友都失踪了 后来这个广告就在香港炸裂 新闻都在报导 甚至成为了国际新闻 就连KCRC铁路公司 都要亲自出来澄清解释 才下架整个广告 到最后这个恐怖的传说 其实只是一个出现在对的时间点 的超级大片局 里面没有什么死去的孩子 或是神秘的灵异小孩 这个画面单纯只是视觉不一致 导致的幻觉 小朋友在拍摄期限 其实根本就是跑来跑去 导演也没有特别去注意 每个小朋友的排列顺序 甚至还有可能是不同小朋友穿插在里面 毕竟这只是一个铁路广告 并不是主打投心代理的重要性 但是这也澄清了许多网友内心的恐惧 也让大家知道 网路的舆论的影响力有多大 第二个是发生在2004年的一个诡异骗局 一名男子杨超国在中国新疆开了许多酒店KTV 应聘了许多年轻女子 他主要的卖点就是利用这些漂亮的女生来吸引男性客户 做黑的声音 但是声音并没有他想象中赚得多 最后他的声音失败 加上他赌博成影让他付了庞大的债务 他没有钱支付员工的薪税 逼不得已的情况下 他想出了一个极度离谱的计划 可以解决他这两个大问题 有天他聚集了酒店内所有的男性员工 付了他们薪水后跟他们说 今天酒店提早打烊让他们回家 之后他又聚集了18个酒店小姐 但他没有要给他们薪水 更没有计划要让他们回家 因为他要利用这些小姐来好好的赚一番 他先一个一个让小姐昏迷 把他们的身体挂在旅馆内 然后取器官之后买到黑市场 这不仅可以还清他的债务 还可以另外再赚更多的钱 他就让小姐一个接一个 进去那个走不出来的房间内 执行了可怕的动作后 拍下了照片 准备上床到黑市贩卖 正当他快结束的时候 店内一个男性员工 因为忘记拿手机又回去走店 他听到一些女性惨不忍睹的惨叫声 然后他就在杨超国发现他之前 找到的那些女子赶紧报警 杨超国被逮捕之后被判处实行 而这在18个里面工作的小姐 最后只有两个幸存 其他的都已经被分解 出现在杨超国的手机相簿内 这些照片不知道为什么被警察 撩出网路上 如果搜寻关键字也许还可以找到 但其实这么大的一个惨案 在网路上竟然很难找到详细资料跟报道 只有几篇英文翻译过的文章 整个故事就像是creepypasta一样 因为竟然没有受到大量的媒体关注 只有一堆在讨论这个主题的论坛文章 许多人相信这是真实案件 他们认为案件之所以没有被爆出来 是因为新疆算是偏远郊区 但真正去找答案的人 在挖掘深一点之后 找到破解这个案件的证据 案发现场的照片 其实都不是真的 而是被编辑过的 照片上的女人 都是打闹玩耍拍照摆之事 只能说网路上什么都有 什么都可以从无声有 是真是假 自己还是要懂得判断辩认 而农历七月也要到了 记得好好保护好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